第三试题,力宏跟小明相约参加潜水课程 两人悠游一会儿后,准备回到船上了 在缓缓上升的过程中,小明见到自己吐出的气泡染染上升 且气泡逐渐变大 请问此过程中,气泡所受的海水压力与浮力有何变化? 假设海水密度均匀 我们晓得净水压力的公式是P等于HD 现在海水密度均匀,不用管密度 我们就要管深度 那么当我们的气泡逐渐上升 它的深度就逐渐变小变浅 所以它的压力也会逐渐的变小 就是因为它所受海水的压力变小 所以气泡才会逐渐的膨胀 那么同时所受的浮力 浮力一定是排开液体的体积乘液体的密度 这题一样,海水密度均匀 不用管海水密度 只要管我们所排开液体的体积 当我们的气泡逐渐变大 它排开海水的体积就会变大 所以它的浮力就会增加 所以我们在气泡染染上升的过程中 它所受的海水压力会变小 而所受的海水浮力会变大 第三次提问我们说 请问此过程中 气泡所受的海水压力与浮力有何变化 我们答案选择是 猪压力变小 浮力变大